韩国女星全志贤去年7月宣布怀孕 并于去年10月宣布全面挺国安胎 而她于今日大年初三宣布好消息 在今日凌晨顺利带下儿子母子平安 全志贤于2012年与村外男友崔俊赫结婚 这是他结婚4年来第一个孩子 他表示等待已久的孩子降临 家人及他自己都非常开心 而他的所属事务所表示 全志贤今日顺利产子 之前会以他及孩子的健康为先 全志贤目前会先集中养好身体 暂时未有工作上的计划 据新早在2015年12月 韩国某艺人在节目中爆料 全志贤已约好每两周要价 2000万韩元的月子中心 估计一个月就要花上约23万元人民币 该位嘉宾更透露 全志贤预约的月子中心 是专为产妇及宝宝所设 有顶级信口车 还提供最高级的瑞士矿泉水饮用 享受天后半的待遇